金山区的法谷山社会大学国画班来到金山医院举办创作展 将近80件的作品在金山医院二三楼来展出 一改医院严肃的气氛让患者身心灵方面都获得全面的照顾 金山区的法谷山社会大学每年春季与秋季都会开设不少班别 今年禅运国画班来到金山医院举办了一场成果展 将近80幅的国画与水墨作品在金医二三楼的走廊展出 而展出的作品一改金医后整区的严肃氛围 为金医增添了艺文气息也让艺术轻松走入生活 那这次呢我们是以禅心画运为主题 所以禅心呢就是以一个禅修的这样的一个心境 在我们的画的意境里头去阐述它的韵味 那这样的一个作画的一个内涵 可以让欣赏者他从内心里头得到一个很安住 在身心的一个安定之下 他自然他烦恼就消除 那像我们国画 他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美的宽大 然后把人小 等于是把人变成一种自我中心缩小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智慧 所以这个是非常精粹 非常有这个不只是心旷生意 而且让我们就是呢 心情很好而且消除很好 法谷山社会大学以禅运国画来表达创作者的心境 更加也藉由作画来陶冶内心 自由不受拘束的教学方式 就是要让会者轻松画出心中所想 而观者也能够透过书画的作品 轻松感受到会者想要传递的心境 那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全人的健康 也就是说除了身体的健康以外 我们希望心灵的健康精神的培养 都是我们非常注重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也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把这些艺文音乐 如同各位知道的 我们现在也有了艺术的响宴以外 还有了音乐的响宴 那我们希望这些努力都可以让北海岸成为更健康 心灵更环保的一个医院 金山医院院长表示 金山医院不只是在地重要的医疗资源 多年来结合法古山社大将艺术作品 带入院区当中 不只是为后诊空间增添亮点 更加也放松了到院看诊民众的心情 记者廖品涵金山采访报导